为了落实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埔里国中科技中心利用寒假期间 办理科技插手作 无人机与无人车课程 开放埔里镇内小学生报名参加 让学童们在过程中 学习到一些机械以及城市设计的基础 主要是让我们偏乡的小朋友 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新兴科技 那我们今天开设课程有两项 一个是无人车 那一个是无人机 是让他们先体验一下 这些无人机在人为操控之下 他会怎么运作 那后半部的部分 就会让他去写一些基本程式 来控制这些机器的运行 校长麦树塔给陆敦表示 科技教育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 也感谢县府能够给予埔里国中资源 成立科技教育中心 让大埔里地区的孩子们 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科技教育 帮助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县府给我们这样的资源 来提供我们大埔里地区的孩子 新兴科技的学习 来结合12年国教所延伸出来的新兴领域 就是生活科技跟科技领域 那我们会好好的发挥 让我们埔里地区的孩子都能够受益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透过手机以及平板 就能够来做简单的城市设计 再由科技中心蔡主任 让孩子们现场来试飞 孩子们对于这样的课程安排 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而整个课程的规划 也是让孩子们 接触到科技教育领域 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也非常感谢 普里国中科技中心的用心 那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孩子们 对这个部分非常有兴趣 而且现在用自己的手机 就可以当做一个平板 来跟老师做一个互动跟沟通 那现场蔡主任也让他们 把城市写完之后 还可以现场试飞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课程 是让孩子们 能够进入一个科技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非常感谢我们普里国中 在函加举办这么有意义的课程 让孩子在科技方面的知识 又增加了许多 副一长潘一全肯定 普里国中科技中心 能够利用寒假期间开办课程 也呼吁教育处 针对科技教育的落实与推广 能够多给予师资 以及资源上的挹注 让偏乡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来接触科技教育 让科技教育能够向下扎根 记者成为一普里采访报道